今天长相思定装照路透 作为热门大剧 长相思稳稳被热搜 不过热搜的词条 却是长相思邓位定装路透 对于此次流出的定装照 网友褒贬不一 不过男演员方面 虽然也存在争议 但比起女主杨子被群嘲 简直是好上太多了 身着男装的杨子 真的是一言难尽 不知道杨子最近是不是胃口比较好 发福得十分明显 脸部圆润 虎背熊腰 比谭剑刺饰演的香柳 都要撞上不少 评论区更是质疑嘲讽生一片 有网友恳求杨子 做好身材管理在街戏 作为娱乐圈的女顶流 杨子的影视资源极好 从长相思确定被影视化开始 不同于男主角人选一直悬而未决 杨子一直是女主的不二人选 有网友戏称 长相思是流水的男主 铁打的杨子 如今电视机终于要开拍 结果这铁打的女主 却让人有点失望 长相思的演员阵容 到如今算是尘埃落定了 除了杨子饰演女主小妖之外 更为饰演涂山景 韩剑刺饰演香柳 张婉义饰演专须 重点长相思 男主是张婉义饰演的专须 长相思原著小编是看过的 在小编浅显的认知当中 小说的男主一直是涂山景 如果真有隐形男主也必然是香柳呀 有网友说 童华曾亲自说过 长相思的男主是专须 这么多年长相思看了个寂寞 小妖的表哥专须喜欢小妖 不过始终是单方面的感情 小妖对她一直都是单纯的亲情 而专须也是爱江山多过爱美人的人设 如今电视剧中 张婉义饰演的专须成了男主 男主不和女主谈恋爱 女主和男三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电视剧也是不多见呀 届时 如果戏份偏中女主 势必会削弱男主的戏份 毕竟女主自己还有两条CP线 再加上男主 女主恐怕有点忙不过来吧 如果戏份偏中男主 女主的戏份就要大打折扣了 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 你们认为小说长相思男主是谁 请评论区留言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